猫走路一晃一晃的站不稳 张安谷 职业寿医师 这种情况建议主人节食带猫咪到丑医院就医 可能猫咪出现了低血糖 当猫长时间没有进食或者进食量不够时 就会出现低血糖 猫也会因气体功能不足出现以上症状 需要节食给猫咪补充糖分 还有可能是猫咪出现神经症状 比如中毒 脊髓炎等 都有可能导致猫咪出现抽搐 后台不闻等神经症状 这个疾病一般需要经过的比较仔细 专业的检查才能进行便利 如果是脊髓疾病 可能需要进行高阶影像学检查 确定发病部位后进行外科手术治疗 才有可能恢复 而且坑复期一般比较长 还有可能是猫咪出现了休克 需要马上给猫咪输液增加灌注量 之后再进行相关的检查和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